暗送中示威行动不断升级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发出类似警告 但一些游客已经对香港望而却步 而对本地旅行社而言 避开香港将行程转移到其他的景点 就成了他们的应对之策 我们来看记者李渔晴的采访报道 香港这两个月来的紧密冲突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这样的不稳定局势 导致美国 爱尔兰 英国 日本等地 都陆续对国人发出香港旅游警示 我们看到新闻那边的情况 好像也蛮混乱一些 能避免就避免不要去线了 我们是在planning着要去中国了 中国哪里 上海 本来我是打算9月去的 然后我已经cancel了我的那个fly 所以不会去 暂时不会去 虽然有的人出于安全考量 而必开到香港旅行 不过对于本地旅游社而言 目前的影响还不算太大 因为香港只是他们旅游配套中的 其中一站 其他的景点 如深圳 珠海和港珠澳大桥等 成为了他们主推景点 看当时情况 因为正时马来西亚的政府还没有说停止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是能去我们就给客人去 我们也会跟客人说 因为我们去香港就有这个暴动事件的话 我们就没有去到市中心 我们会补偿另外一个景点给客人 影响还蛮大了 影响到我们原本定了的酒店 定了的机票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刚好七月八月是马来西亚的淡季 马来西亚人很怕这个天气热 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每一年都是那么热 所以在七八月呢 是比较少游客到这个香港啊 或是中国其他地方去旅游的 所以这个影响比较少 我们今年主推香港 那里的package呢 是一个港珠澳大桥的一个package 所以是从香港 然后途经香港 然后去到澳门 然后去到珠海 去到深圳 主要是让所有的游客 可以体验到最新那个港珠澳大桥 因为它刚刚落成不久嘛 所以是一个蛮新的一个景点 如果香港的混乱局势持续 旅行社也有了相对应的对策 比如暂停到香港的行程 或减少在当地逗留的时间 我们以前可能还会 就有蛮多比较多行程 可能在香港的天数会比较多 那现在的话我们是尽量减少 然后把相对应的地区 比如说像澳门 然后珠海这些带出来 哪一个地方有示威 那游客都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上 比如说不需要献告客人 那客人已经自己会做决定 他想要到哪一些地方玩 无论如何 他们希望香港政府 能顶快解决这一次的纷乱 还香港一个太平局势 让游客可以放心去旅游 马新社新闻台李玉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